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與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張雅婷 台股續創新高 站穩了萬六 現在攻萬七 甚至有人說看到萬八了 好 在多頭的行情持續之下 接下來要怎麼操作呢 該如何要切入或是要撤退 我們今天請到孫武正老師 要來跟大家談一談 老師你好 雅婷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兄孫武正 老師現在這個台股這麼熱 散戶不請自來 但是怎麼操作有點心驚驚 好 那我們知道大家都是這樣 覺得行情好像繼續要往上走 沒賺錢呢 就覺得很對不起自己 可是買進去又很怕 隨時拉回來長那麼多了 該怎麼辦 吃不好睡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 重點再來說 告訴大家在未來操作 而且教大家怎麼去釣魚 現在用什麼方式去捕魚 讓你捕到比較好的魚 而且比較容易抓到魚 先來看看大盤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大盤 在這幾天 連續性往上攻 從清明節長假之後 就一路往上挺進 那天天往上漲 尤其是上櫃的股票 比上市的股票還要來得強 上櫃的股票 在還沒有清明節之前 就已經開始創新高了 那大盤是在清明節之後 才開始跳空 創了這個波段的新高 不斷的滾動式的上漲 什麼叫做滾動式的上漲 就是說 類股輪動得非常快 那資金動能一直在裡面 那這種現象在台股 大家會覺得 因為很久台股沒有這樣這麼強 可是在 記得在民國76年 一直到民國79年 台灣籍 那個時候 這種漲法就類似那種 叫做主力時代的滾動式上漲 就是這樣的現象 就是不管基本面 只要基本面還不錯 那錢就往那邊跑 那一直滾 然後主力色彩非常的濃厚 很容易就動不動漲停板 飆股滿天杯 但是要怎麼去選呢 你看一下貴賣指數 這裡一路往上的飆 已經連續飆了八天了 天天往上漲 而且我們看一下 他有很重要的地點 就是他的融資 已經連續性 從新春開紅盤之後 就一路融資一直增 所以從 在新春開紅盤之前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先是 台積電一個人的武林很強 可是中小型股都不強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喜歡當沖 就嘎掉了 所以你會看到那時候的 當沖比比較高 因為當沖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 留股票留下來 所以融資增加就倍那麼快 可是從新春開紅盤之後 就是今年 過個年差異非常大 過個年之後 台積電就很弱 那資金從台積電相關的 聯電相關的 就跑到這些中小型股票 那中小型股票 因為大家發現 它很容易漲又漲又漲 就所謂的過三關 什麼叫過三關呢 就是連續拉出三根紅棒 或者是在一個禮拜裡面呢 漲超過20個百分點的漲幅 所以你會看到 很容易很好賺 一個禮拜不小心就要賺了 20% 或者是三根紅棒 為什麼這個過三關怎麼來 就是在我們那個時代 主力時代色彩民國 76年到民國 79年那時候台灣幾銀卡 怕說 因為那時候台灣的股票 3%漲停5%漲停 後來改到7%漲停 很容易漲停板 漲3根4根5根 那買了 那時候叫做當沖 隔日沖 兩日沖 兩日沖就是放三天 那三天 那時候就是很多電款的 電筆的不用花錢 就三根就三根漲停板 不過那時候漲幅比較小 那現在因為10個百分點 要連拉三根漲停板呢 有幾乎就相對小 難度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講就是三根紅棒 就是連漲三天 那三天我可能每天5%6% 三天就10幾%或20% 那運氣好一點就是 當然拉了三根漲停板 所以這樣的情況 我們叫做過三關 那過三關就是說 現在的人 為什麼融資最近真的很快 就是大家發現 如果我當沖就沖掉 我隔天繼續漲 很可惜都沒做 垂心感 就是人家說台語叫 就是內商賺到錢 可是少賺非常的多 好 那所以漸漸的大家想說 我留三天之後再來賣 發現賣到的價格相對的比較好 所以就形成了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看到上市跟上貴的股票 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股票就是漲了大概三天 或漲了大概五天之後 主力就拔檔 然後就轉到新的 就換個類股 或換個股票 然後這個股票 又重新從底部開始起漲 形成最近的行情叫做 這種股票一直輪一直輪一直輪 每天都有新的股票 從底部開始起漲 快速的滾動 對 所以這種叫做滾動市場 因為都一直往 這樣的行程的過程裡面 你就會發現 今天假設漲了100點 我們舉個例子 今天漲了100點 股票上來 可是他沒有跌哦 所以這些錢抽出來 他回很少 這些錢又轉到 其他還沒有漲的股票 又漲了三天 那這三天這個股票 假設漲了10% 是不是又幫 五行中要幫股指數 墊了一部分出來 所以就是透過這樣 一個類股一個類股 滾動市場漲 墊高墊高墊高 所以指數就慢慢的往上撐 那上跪股票也是這樣 一直撐一直撐 所以你就會看到台股 在這種情況下 不斷的創新高 所以我們看到 除了上跪融資暴震以外 我們看一下上市也是一樣哦 最近融資都快速的在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現象非常的明顯 好讓我們知道 自然從新村開放板這個現象 很明顯 第一季 主力 法人 外資 當然外資第一季沒做得很好 可是在這情況下 台股表現得非常好 包括投資人都很賺錢的情況下 第二季 目前從4月份開始 他似乎這種現象 越做越盛哦 不是反而就是說 可能做了一季之後 這種現象減少沒有 我們發現從4月1號開始到現在 這種滾動式的現象 反而比3月份更盛 所以你會看到從 4月8號開始 漲停的加速快速的往上走 之前我們看 上市的漲停加速都大概在20加 那上跪的也大概在20加 已經到了4月8號之後 已經漲停加速拉高到兩個加起來 將近100加 快速的 所以表示這個氣氛 操作這樣氣氛已經被市場什麼 認同 但是這個現象好處就是 你很容易賺到錢 但是缺點就是 很容易短線過熱 就是漲幅過大 很多股票會在這個地方 不小心因為漲幅過大 短線會出現一根忽然的極跌 就是從搞不好 從早上看漲停 收盤就變跌停了 就是一個政府非常大的現象 會在未來幾天會出現 所以投資人在這地方 要特別注意這個風險 那在Q拖部分呢 我們要怎麼樣來操作 有策略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選 當然最簡單 你喜歡做大型股 你就要跟著外資走 所以你會看到 像台積電 你喜歡做台積電 做大力光 做鴻海 全台灣三大全子股的 好 那你如果跟著外資走 你今年就會做的 你就會避開台積電的 哎 這一桌下跌 也會避開最近鴻海的下跌 最近鴻海有沒有起來 你會避過大力光 人家大盤在創新高 他今天最近幾乎都要破 表現不是很好 要破三千塊了呢 所以你會看到 可是你去看他的 那個外資買賣超 外資幾乎天天都在賣這些股票 所以你要了解說 第一個 你做全職股的人 大型股的人 你就跟著外資走 那當然不是看一天 你就看三天 連買三天 哎 你的股票持有他 你就繼續爆 連賣三天 不管你賺虧 眼睛閉著先賣再說 要忍痛 當然你是跟著外資走 因為外資在做都是一個波段 他一次賣 你看他台積電 從新春開紅盤前 就一路賣賣賣 幾乎賣到 最近幾天才開始回補 對 所以如果你從那個時候是 650塊 660塊 670塊 隨便賣 到現在 至少一剛差了5萬塊啦 對啊 5 6萬塊對不對 那大力光更是多啊 所以你會了解到 從全職股 第一個方式就這樣做 那第二個 你覺得全職股現在很悶 像台積電 右轉不轉 那我想做 短線就像 剛才講過山關的股票 就用第二個方式 利用形態來做過山關 好 那這個形態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就是說 我利用這個 固定的 你會發現 幾乎都這種形態 就是沒有每檔啊 就是過山關的股票 有大概 至少7成到8成 都是這樣 那你只要爆到一隻 假設我買了5次 那種個3次 就賺20幾% 沒動你可能股票也在那邊晃 那你把不會晃的 晃的再把它賣掉 那你是不是 你的投資報酬率就非常的高 你透過這樣的操作方式 去認真做功課 最近很容易賺到錢 那第三種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利用那個消息的供需 例如舉個 現在拜登說會缺缸 缺料 或金元缺 金元代工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最近 來判導體很強 最近什麼 抗鐵股很強 前一陣子說缺航運股漲價 航運股缺貴 航運股也大雜很強 就是說利用這第三種 就是說你利用一個看報紙 看新聞做功課 利用供需面 來做一個波段式的操作 這樣的操作方式 在最近也很容易賺到錢 不過我們常常會說 看到消息面是不是就已經太慢了 好 這個地方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我們看到消息面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再把那個第二度的過三關搭進去 如果他已經拉了三根紅棒 或短期內一個禮拜 漲幅超過20個百分點以上 你就不追 等拉回到五日線 或者是十日線 或者月線 再做進場佈局 不要急 但是如果你發現你買了之後 他就開始發布這個消息 你飆出去 那你當然是可以持股虛報 因為你已經脫離了你的成本區 但是如果你是 消息來得比較晚的 你到後面知道的 那你當然是等它漲多 拉回再進場買點 我們舉個過三關股票 我們這裡有幾檔 第一個你可以看一下 類似四維行 四維行在3月十幾號的時候 開始漲出了第一根紅棒之後呢 後來就連續往上走 那時候就爆出了新聞 它漲了之後就開始爆說 那個散裝貨運開始缺 所以後面就連續噴出 等市場已經很熱的時候 他就到二十幾塊就高漲整理 所以他一次這個不只過三關 他過了五關 當然這種股票比較少 我們講的比較多一點 就是你就把握 我們做股票就場景 你操作是大數法則 就是我比較高的機率 過三個的 然後你看政達也是 最近他就拉出了 三根紅棒之後就開始什麼 整理 盛達也是 通家也是 你都可以往前去看 在三月份 我現在講的都是 三月份完成過三關的股票 非常的多 都是我都講一個類股的代表 這是IC設計的啦 還有一些IC設計的 那像這個設備的光照 它漲幅更大 它漲幅非常的大 它漲了超過一倍啦 它也是完成過三關之後 你看延通 最近鋼鐵的中紅 也剛好三根 今天就開始準備要整理了 所以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跟各位講 這裡是中小型比大型股來的好 容易 而且我在這邊講的股票 都成交量超過一萬張 所以中小型最近非常活潑 對 而且它成交量要至少五千張以上 就表示市場的資金 人氣所在 三月份這樣的股票我去統計 至少有一百檔 你把電腦或者是手機 我們手機都有下載看盤軟體 不管是券商的 或者是你去買看盤軟體 都有一個叫做成交量排行榜 跟成交值排行榜 像我就會建議 我就會選 從成交量跟成交值排行榜 裡面去找前二十名 因為我做的量比較大 那或者同事朋友 你可能資金沒辦法 你就找前五十名就好 就是找到前五十名 這些股票量 早上去看成交量 像成交值在排行前五十名 然後他剛才拉出第一根紅棒 就可以 你就趕快當天看到 還沒漲停就可以搶進 那如果當天你看他很強 已經漲停了 那你隔天開盤再搶進 那完成了 你最簡單就是 完了第三根紅棒之後 你不管後面是怎樣 你就先賣 直接過利 然後你再把資金移到 另外一檔去 如果你最近三月份 透過這樣的操作方式 你會發現 你比到任何一檔 長期持有的獲利率 相對來的高 因為這樣的股票非常的多 尤其四月份 清明節過後 這種現象比三月份更熱 你只要看到一個現象出現怎樣 只要融資在這個地方 打死不退 這種現象就會回到 我們剛講到的 民國七十幾年 台灣籍的時代又來了 那這個時候是最好賺 那個時候你去做股票的人 幾乎都賺大錢 每個人都賺大錢 非常好做 教你的部分 不是告訴你哪一支 在未來會長 先教你怎麼方法 你學到方法之後 你後面 當節目過了之後 你還可以自己去選到 比較好的 目前操作的方式 那當這個現象開始改變 未來我們在節目也會跟他講 這種現象釣魚的方式 開始改變 要換另外一種撈魚的方式 我們也會在節目中 為大家帶來新的撈魚方式 那現在最熱最好撈的方式 就是用這樣子撈 過三關 對 過三關 所以如果你三月錯過了 沒有關係 接下來四月份還有機會 四月份 五月份 一直到六月份股東會 我以目前來看 這種機會還是非常的高 就是Q度會吃緊的 目前可以看到 大家也比較明顯的 就是第一個 當然就是晶圓代工 晶圓代工 台積電 聯電 當然這些股票是基本 那當然你喜歡做 這種台積電 聯電的股票 到底結束了沒 目前看起來 應該還沒有馬上結束 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 台積電 為什麼我們一開始講到說 我們看外資的臉色 就是外資已經連續回補 連續回補超過三天了 所以已經表示說 台積電在這個地方 它的賣壓 外資的賣壓已經解除了 所以喜歡操作 台積電的朋友 在這個地方你就有機會 開始慢慢的逢低布局 當然這種股票 不容易過三關 太大了 不容易過三關 那你想過三關 那我就會建議 你認為晶圓代工很有機會 一繼續缺 那有機會拚過三關 就是什麼 聯電 這2330的聯電 所以你會看到 聯電今天就拉出 就是4月8號 它拉出了第一根紅棒 我們講到 就是整理完一段時間 拉出第一根紅棒 然後出現了成交量 聯電已經很久都 成交量從過往的第一名 第二名成交量排行榜 跑到已經快第十名了 現在又 又回來前五名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 整個人氣 整個資金 又回到這個地方 很重要一點 你認為高點是1萬8 還是1萬7 還是1萬9 還是2萬 我想沒人知道 那大家都知道 這裡什麼 很高 居高思維 你不居高思維 別人再居高思維 那別人居高思維 你不把擋 別人先把擋的時候 你又坐上去又 坐回來 那你不是覺得很悶嗎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代 資金的熱錢 它跟基本面的操作方式 有一個最大不同 基本面的漲法就是 因為基本面 它可能一個景氣 走三年 四年 五年 可是資金行情 它可能三天就走人了 所以它是不一樣的操作模式 讓我們看到 最近是一個資金行情 所以我建議 你在操作上 你可以報場 但是短線 你也可以做一下價差 我認為 落袋未安 對 會來的比較好 在這個地方在操作 我想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請大家聽了 意猶未盡在Q2的部分 很熱的部分 除了晶圓代工 像剛剛提到台積電 聯電之外 資金還會流向哪幾個族群 我們在下一集 再來告訴大家 中間 財經頻道上線囉 房價會漲還是跌 該不該出手 台股該進場 還是賣出呢 基金外幣 黃金 比特幣 如何買賣賺錢 怎麼玩車 最酷炫購車保養 要注意什麼 最厲害的 專家群上陣 還有 防彈少年團 標封直率車手 2021全新登場 記得訂閱 YouTube中天財經頻道 有CTI小金地圖樣的 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